我 国平集体解除隔离 孙颖沙放弃休假去向曝光 刘国梁没有看错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爱三 那么最近呢我们国平的也是正式解除这个隔离 之后呢原本的应该会给这些球员的有一些休假的时间 但是呢就在这个原本应该休假的时间呢 孙颖沙却被曝光他的去向有了另外的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而且之后呢应该会对他之后的一个争夺成绩呢会有更好的一些帮助 到底接下来孙颖沙要去向何处呢 接下来具体的大家分享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上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国平 关注孙颖沙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我们刚刚也提到现在的国平的一个隔离的已经完全结束 那么在之后的话他们会经过一个短暂的休息之后呢 就会立马投入训练当中 因为下半年呢除了成都这边有国际性大赛之外啊包括9月份在家门口呢 还有一个 个非常重要的杭州亚运会 所以对我们国家对来说呢必须确保在这两次大赛当中呢 多一点拿到最多的一些金牌 甚至可能要争取在亚运会拿到所有项目的金牌 所以可以说这两项任务都是非常重大对他们而言呢也不敢懈怠 毕竟呢必须要抓紧每一分钟呢去做好他们的训练 而根据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到在这一次国平解除隔离之后的话 包括陈梦 王曼玉他们呢其实都已经是暂时了 离开了训练基地之后呢 暂时返回家里很有可能要和家里人团聚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那么这次孙颖沙他的一个目的地呢 却有了不一样的一个改变 原本的我们知道孙颖沙是河北的但是在当天的一个起飞的飞机的一个安排上面呢有球迷有媒体就注意到他这一次啊伴随出行的是他的一个主管教练 邱仪可 而且他们选择出发的地点呢是邱仪可教练他的家乡就是四川这边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那么外界都在猜测了 接下来孙颖沙估计就是放弃了休假 然后呢他的去向的话 就是陪伴着他的主管教练回到了他的家乡 继续去加练 毕竟从目前来看呢孙颖沙他的整体作战能力虽然说有所提升 但是和主管教练的一个磨合呢还没有很好 而且目前呢他在女单方面还是欠缺着一点火候 没有办法去打败王曼玉 和纯梦的去捍卫他世界第一的位置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可能对孙颖沙来说也确实呢 要必须在接下来去提高自己的一些作战能力 那么因此呢他才有可能利用这一段短暂的休假时间呢 继续带着自己的一个主管教练呢 继续去秘密加练来提高自己的水平 所以很多球迷其实在看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啊都 觉得挺欣慰的 毕竟呢孙颖沙作为一个零年后呢他其实非常的年轻 他将来还有很多的时间呢可以去努力 可以去追赶这些大哥大姐 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还没有放弃这些啊难得的一些休假时间 继续去刻苦训练呢我觉得这一点就值得很多运动员 包括我们国民那些年轻队员呢 去学习了 毕竟我们也知道其实除了乒乓球之外的话那么我们国家队有一些项目呢有一些球员呢 在平时娱乐时候呢基本上要么就打游戏要么就玩了 那么相比较之下呢 孙颖沙已经算是 足够刻苦了 所以说说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当中就能够看得出来呢 孙颖沙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运动员 他的目标呢肯定不只是现在的世界第2 而从这样的一个举动来看的话我觉得呢刘古良指导也确实没有看错 因为在此前啊东京奥运会当中呢刘古良就一直非常看重孙颖沙给了他很多的一些表现机会 当时让他进入大名单就已经让外界很担心 也充满了很多质疑 但最终呢其实每一次的比赛名单安排的都证明啊 刘古良指导他的一个认识呢是准确的 他给了孙颖沙这些年轻的球员更多的机会呢 其实也是非常正确的 也让我们国平这边的培养了更多的一些年轻球员和人才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非常期待孙颖沙能够继续努力继续加油争取在后续的一些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甚至能够拿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捞球拜拜